OK 所以我们用这个预设的好了 先用ACDB 如果说你有那种无法开启的问题 你可以试着把它改为旧的版本 就是MDB的格式 相同性会更好 OK那 我名称叫做房贷 因为我已经房贷2了 OK按确定 确定之后的话呢 再按一个建立 第一步就建立好资料库了 第二步的话呢 我要怎么建立那个资料表 资料表里面的话呢 需要有 这个几个栏位分别是这五个栏位 那我建议因为这个名称 栏位名称蛮长的 建议是用Ctrl-C Ctrl-V贴上 为什么因为 如果你一个字错 你新增资料库就会产生错误了 一个字都不能错 其实这个地方麻烦的地方就是 名称如果打错一个字都不行 OK 所以呢我怎么新增再建立什么 建立里面的话 因为我要在 资料库里面 建立资料表 所以建立 资料表 点下去 资料表 点击之后的话呢 再按一个设计 这边有个三角尺 然后名称的话 我叫做房贷 先建立资料表 然后再按 那个三角尺 那名称 他会问我说 我这个要储存的名称叫什么 那我们 资料库的名称叫房贷 然后 资料表也叫房贷 可以按一个确定 确定之后的话呢 这边他就会进到这一个画面 这边有个组索引 先把组索引取消掉 不要组索引 避免他会有重复的 资料的话 会产生错误 基本上先不要组索引 那里面的栏位名称的话我建议是这样 这边可以怎样 Ctrl C